如果他喜欢我的话 他应该来跟我说个清楚才对 如果他说到出口的话 他也就不用那么烦了 现在皇上一直在留意你 而且你也想离开 如果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原来就在刚刚 丽君本想跟着家人去和绍华相认 没想到那么巧 九王爷请丽君一家人过速小助 而当绍华也想找丽君问清楚的时候 却被告知丽君去了九王府 两人又一次地错过 可没想到艳玉在这个时候 找丽君帮父兄求情 希望可以往开一面 就在丽君动了侧影之心的时候 起料看到艳玉带的手中 其实你何必求我呢 要求 就去求送给你这个玉琢的人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就在丽君误会离开之后 绍华出现 接着艳玉只能向绍华求助 绍华顾念艳玉的恩情 决定向铁木尔求情 原来这个人这么忘情负义 拿出还有他情深义重 怎么会呢 不可能变性变得这么快 没想到丽君对绍华误会之深 认定绍华和艳玉早就好上了 决定向铁木尔辞官回乡 但并没有想告诉绍华的意思 然而铁木尔却当场揭穿丽君 并再次表明自己的心愿 没想到就在这时 刚得知自己怀孕的皇后 兴奋地想把这个消息 亲口告诉铁木尔 这对于你已经重下情根 也许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铁木尔根本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有个这么好的皇后还不知足 只要你愿意 这甚至可以为你废了皇后 铁木尔的一番看似深情的话 不但没能得到丽君的心 更伤害了深爱她的皇后 可没想到铁木尔 把得不到丽君的原因 全部归咎在了绍华身上 就在绍华为艳遇的父兄求情的时候 铁木尔不但不通融 反而还要连艳遇也杀了 除非绍华娶了艳遇才肯罢休 没办法绍华和父亲决定找孟夫退婚 迎娶艳遇 而此时的丽君因为误会绍华闷闷闷 细心的硬血看出了丽君的心思 劝解丽君不要因为一个手镯就这么放弃 让丽君去找绍华问清楚 就在这时 绍华父子要孟夫过夫相聚 准备说退婚的事 丽君准备趁此机会和绍华相认 你说有话要跟我说 你好像也有话要跟我说 我要说的话很长 你先说 我要成亲了 丽君还以为绍华指的是要和丽君成亲了 填在心里 没想到就在这时 铁木尔让人送来了很多贺礼祝贺绍华和艳遇大婚 丽君惊呆 就差那么一步 两人终是没有相认 你正要娶刑玉为妻